画面中热闹的庆典是在南港区后山皮一带的保姨大夫齐安绕境盛典 南港区玉城里里长说 早期后山皮八个里全部务农 每年会轮值公顷保姨大夫绕境祈求农作物丰收 这百年以上的传统后来几乎快要消失 因此三年前地方再度发起恢复这项绕境传统 祈求地方平安 从小在这个地方我就曾经感受到一些绕境 我们的神明展现神威的绕境 绕境无疑的就是要祈安祈福 对希望我们自己的社区平安 然后这个保姨大夫很特别的 它是针对农作物的绕境 因为早年在木栅文山区木栅那边有一些茶园 然后从大陆那边有带着一个神明就来这边绕脚在木栅 然后从那边开始就只要这个茶园有什么病床害 就在就抬着大家就抬着神保姨大夫 有的叫保姨尊王就在绕境 然后绕境是很轻便的 你看保姨大夫的神教是很轻便的 因为他必须绕着田耿走在田耿走 就走入田耿那很微妙的 当年的传奇是只要走过田耿处 所有的蝗虫就消失了 所以就是延传到今天 然后后来慢慢的台北市 台北市以前也都是农田 然后呢必须要灌溉 要用水灌溉 那我们这个周边叫熬山壁 熬山壁有一条小溪叫熬山壁 这一条就我们周边有八个里的农作物 借着这条熬山壁 循着这个水流流流 流经地方就引用这个水来灌溉 所以这个传统就是有八个里 所以说后山壁赤分区有八个里 后来就轮流 大家每个里轮流 来就是到木栅 挂毁 挂毁就迎安宫进到我们自己的社区 来绕境 能让祈求农作物的丰收 驱除一些病种害 包括之前曾经有黄虫海的部分 然后完成之后 再请回去的木栅中村苗 今年也是一样 这个过程都还在 要去挂毁 然后变成八个里要轮 那在过去几年好像有点消失了 那我们的长者 那我们老一辈的说 夹骨都没生气了 这个骑俗过去是很热闹的 后来三年前我们就发起 八个里就发起 要绕境 然后开始 我们八个里的里长 来轮流担任会长 轮直 轮直担任会长 带着一样去中村苗 去挂毁 请安公做 保育大夫 然后再来绕境 这个习俗 自己规划路线 要让每个里都要 看每个里长 你的路线是怎么规划 自己下来规划 到你的里 你就要下来 服教 服保育大夫的教 安公的教 服教 然后带着你 你的安公 绕着你自己所排的路线 我接任里长的时候 变成都已经没有绕境了 其实台北市现在 因为进入工商社会 绕境变得很少了 只有一些妈祖在绕境 那这保育大夫 这个非常好的传统 因为再也没有农田了 没有农田 后期慢慢觉得 也没有农作物 没有农田的需求了 就没有这个绕境的需求 慢慢就四围了 四围 后来我们觉得 还是有必要这个传统绕境 祈求地方平安 所以这叫奇安除温的绕境 我个人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这个黎明是自发性的 摆设相案 来参拜 参拜 目的也是就祈求其安除温 祈求我们的境内大家的平安 加上最近疫情 疫情的关系 或许在过去去年去到 去年我刚好轮职会长 非常认真的从头参与到尾 带着这个所有的阵头 那我在这边可以这么讲说 在疫情期间 去这几年 我们疫情里 疫情非常的少 真的少之有少 那当然会加深我今年 还是要继续绕境 所以为什么会有 加深长辈的期待期许 那身为里长 为了庇护我们社区 借着这个神明的神威显赫 来守护我们社区 大家的平安 包括这疫情 可能驱除疫情 从我们社区消失这样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